本题为106年指考题 请同学先按暂停键观看题目 看完题目后再继续播放 入射光照射金属板时会打出光电子 若金属板的公函数为W 光电子动能为EK 则入射光子能量减掉金属公函数 等于打出的电子动能EK 其中公函数为电子脱离金属表面的最小能量 入射光是由气态以原子中的电子能阶 跃迁所发出 若要找出入射光能量 则需考虑气态以原子中的电子跃迁情形 电子由高能阶跃至低能阶的过程 会辐射出光能 若低能阶能量为E1 高能阶能量为E2 电子能量减少ΔE为E2减E1 减少的能量等于辐射出的光子能量 题目说 入射光是由气态以原子中最低的四个能阶所放出 四个能阶分别为-5.4EV -3.5EV -1.6EV 以及-0.9EV 接着要找出所有可能产生的光子能量 画出所有可能产生的跃迁情形 共有六种情形 辐射光能等于两能阶的差值 若电子由-0.9EV 跃迁至-1.6EV 则放出光能等于-0.9EV 减-1.6EV 等于0.7EV 电子由-0.9EV 跃迁至-3.5EV 放出光能等于-0.9EV 减-3.5EV 等于2.6EV 同理列出其余辐射光子能量 分别为4.5EV 1.9EV 3.8EV 即1.9EV 最后 利用光电方程式 找出可能打出的光电子动能 题目说 电子由假金属内部移出 脱离其表面的最小能量 为2.5EV 也就是公函数W 等于2.5EV 若要从假金属表面打出光电子 则入射光子能量需大于2.5EV 入射光子能量为0.7EV 小于公函数2.5EV 无法产生光电子 入射光子能量为2.6EV 大于公函数2.5EV 可以产生光电子 光电子动能为2.6EV 同理 4.5EV的光子能量 可以产生光电子 光电子动能为4.5-2.5EV 可以产生光电子 光电子动能为3.8-2.5EV 等于1.3EV 最后 1.9EV的光子能量 无法产生光电子 本题正确答案为A、C、D 1.9EV